为了推展篮球运动 并帮助喜爱篮球运动的学子们 能透过切磋交流增进成长 在前段时间 竹山高中也规划了 竹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 邀请重部线室 共计八支队伍一起参与赛事 每支队伍为了此次赛事 也是用心训练准夺取家机 因此场场比赛过程都是相当的精彩 每位球员都充分展现所学 在场上尽情的投篮 来帮助球队获得胜利 1月20年度的竹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 我们总共邀请到来自我们中部地区 总共八支队伍 为期三天的比赛 主要也是以我们县内的球队为主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 今年的联赛 因为那个复赛 球赛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办这个比赛 其实就是等于正值一个换学的一个时机 因为国三大概都就是退役了 所以各国中教练就是以国一国二的学生 这个准备这个新的赛季 所以等于可以讲是我们新的球季的第一个别赛 所以它意义很重大 我们这总共有三天的赛程 那我们预赛就采分组循环 对 然后后面再决赛 那我们想说 其实这是一个交流赛 所以 不管它预赛的成绩如何 其实每一队我们都给它打满五场 五场比赛 比赛结果必有输赢 但只是足高杯 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 赛事终止是提倡且出交流 因此选手们在比赛过后 赢球必然是相当的兴奋 但能够从比赛过程中 学习到对手的优点 并充分了解自身缺点做改进 才是让他们更为开心的收获 我们赢过对手的地方是 我们的跑位流动 流上度还算不错 然后防守也还算积极 我们要在改进的地方是 我们要多抢篮板 然后防守的时候 就是安全员要再做到更好 今天球队打得很好 有防守都跟上 然后进攻篮板也有那个机械的墙 我觉得还要改进的是 那个 就是挤的时候要慢一点 不要一直打快 有时候要变慢 经过足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 多场赛事的洗礼过后 每支队伍表现各有好坏 教练们也都表示 赛前球队做了许多的训练 但孩子们上场紧张 产生失误是难免的情况 因此多多少少 每位球员都会表现失常 相信透过每场赛事所获得的经验 他们如果能够充分检讨改进 日后再有参与比赛 一定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 我们最近在学校都是练比较多 一对一的进攻跟防守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身材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策略就是先守全场定人 那前面刚开赛的时候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比赛 所以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阵混乱 那第一节后半段就有调整过来 那后面的话其实第二节第三节都是我们的防守策略一样 就是守全场定人那就是不断的交代小朋友去 在防守的时候就多给对手压迫 那让对手造成受迫性的失误 我今天球队的表现没有表现那么好 就是在防守的部分有时候在得分过后会稍微的荡棘 那自己得完两分就又被别人打回两分 所以今天球队的表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 我们之后就是要一直提醒小朋友说 不能在场上的时候放松 就是上场的40分钟要一直保持警戒 对不能松懈 忍耐国中篮球队是一支非体育生所组成的队伍 平常练习的时间就相当的有限 但球员们因为喜爱篮球运动 所以也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积极训练 只是他们能够受邀来参与足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 不仅是满足了他们上场比赛的想法 更让球员们能好好看见其他球队的长处 教练相当感谢足高办理赛事的用心 帮助了忍耐国中篮球队能有更好的推展 就是很高兴足三高中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 那对于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 虽然小孩子在昨天到今天的比赛内容上有一些 应该是很多失误 但借着这次的比赛能够让我们学习到更多 然后也谢谢足三高中 平常的话因为我们飞体育班 所以我们练习时间老实说很少 大概可能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 那平常的话都是以基本的运球 然后基本的传球 对然后到比赛起的话 可能就是练个区域或盯人的防守 刚才比完赛也是有跟他们做沟通 那其实就是从训练上要去改正 因为就是很多教练也分享 那一句话应该是说训练不会骗人 所以如果在训练上你能够做到 你在比赛上能做的事情 那你在比赛中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主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的热闹登场 八支队伍共同角逐佳击 场边也来了许多家长为球员们加油打气 虽然有些队伍表现不尽理想 但看到球员们卖力比赛 家长们也是相当感动 成战赛事半里很有意义 带给球员们很好的学习机会 相信后续的尝试他们能够再接再厉 打出好的成绩 他们成功国中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早上真的表现没有很好 希望他们下场比赛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 拿下胜利 其实这一次主高杯蛮多 就是中部的这边的学校来参加这个比赛啦 看得出来每个学生都很认真在打 那我是家长 我看到我的孩子 还有我这边所有我们的孩子 都很努力的在争取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看到他们这么认真 其实我们都很感动 期许未来还有更多类似的比赛可以继续进行跟举办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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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主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的办理 竹山高中校长许鸿敏也是希望 透过汇集中部县市的八支队伍 带给球员们一个交流机会 借此刺激他们的成长 因此看到比赛过程中 球员们的好表现 许鸿敏也是很开心 并很荣幸能够办理这样的赛事 为国内体育界来培育更多的英才 我们主高杯的国中篮球邀请赛 是汇集了台中彰化跟南投地区的八所学校 会办这一场比赛最主要是我们想说 希望经过这样子的竞赛 让国中的学生 他们在平场长久训练之后 能够有一个展现的一个舞台 互相交流 跨线市交流一个机会 到我们主山高中来 那主山高中提供这样子的场地 让来服务我们的国中生 那我们今年刚好也适逢我们国中中心的 这个地板重新铺设过 也让国中端的学生来体验一下 这个高品质的一个场地 而对于主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 所展现出的效益 竹山高中校长许鸿铭 也是认为超乎预期 所以表示 后续会将赛事持续做办理 而竹山高中有着完善的篮球场 也欢迎各篮球队 若要一地训练 都能够前来到竹山高中 竹山高中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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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我都在同一条线 两位平面的行 我觉得这是竹高杯的国中篮球邀请赛 非常好 因为总共有八所队伍来 那国中端之间交流之后 像这个我们的主山国中 也进入我们的第二名 非常不简单 那在会中我也邀请我们国中端的学生 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赛会继续的办理下去 那除了这个比赛之外 我们也欢迎国中端的学生 在寒暑假的时候 能够善用我们竹山高中这个场地 来进行一地的一个训练 得知竹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的办理 对竹山国中篮球队荣获第二名的佳击 先念陈玲尤为的开心 而对学子投身体育运动 陈玲原非常的赞成 所以也希望透过这场赛事 能为地方篮球运动带来更好的推展 借此让更多孩子投身这项运动 强健体魄 有意生机发展 我们竹山高中呢 举办了一个台中以及南投 线的一个篮球比赛 总共有八个队伍来参赛 那我们竹山国中呢 勇得了第二名 这个竹山国中也是我的母校 所以听到呢非常开心 那学生呢就是要得智体群美 样样我觉得都要去均衡 尤其是在体育的方面 因为从小我也是田径水手 所以说在体育的方面呢 我觉得呢就是他们 锻炼身体最好的一个一环 那所以说这次呢 竹山国中呢能够勇夺到第二名呢 在这里替他们感到骄傲 那也非常开心 那也感谢竹山高中来帮忙 来举办这一个这么有意义的篮球赛 那希望呢未来我们能够每年都能够举办 那也希望呢我们竹山的学校呢 成绩也能够越来越好 那也让我们的体育运动呢 能够多元的发展 然后让我们的学生的体魄呢 能够更健康 先远参门儿长期关心教育工作的推展 所以对于学子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尤为重视 因此对于竹山高中能够规划 这一场竹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 他认为十分有益学子成长 感谢学校的用心 也肯定每支队伍的好表现 并恭喜竹山国中篮球队 来荣获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我们竹山高中间 举办中部国中组的篮球比赛 在我们看到这些同学们 各个精神意义非常的有信心 我们也看到这些小孩在学习科业之余 还能够重视到他的兴趣 那这个兴趣呢最重要的 他又能够带入健康 所以运动不管是篮球赛事 或者是羽球赛事 只要你是 是你的兴趣又能够带入健康 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孟儿在这里 恭喜我们竹山国中 名列第二名 也要恭喜我们全部的参加 的同学们 我想我们运动参加比赛 自在参加不再得名 相信我们自己都是最好的 议长何胜峰肯定竹山高中 为了体育运动发展 规划此次 竹高杯国中篮球邀请赛活动的用心 让多支队伍能够齐聚一堂 同场切磋交流 为孩子们带来很好的学习机会 也期待这样的幼稚赛事 日后能够持续搬离下去 并有机会扩大规模 成为地方性代表的活动之一 相信也能为地方发展有所帮助 明日新闻卢宇凯专题采访报道